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段舊文 那段舊文是什麼呢? 有一個富婆用了五億七千三百萬 買入了三十二個單位 包括三棟洋房和二十九個新盤的分層單位 她只是給稅已經給了八千六百萬 那個富婆又買了上水御林王府 又買了上水哥爾夫御苑 上水御林三伙一億二千多 哥爾夫御苑是四點多億 加起來給了五點多億 這就是上年八月的事 其實上年八月之後 那兩個月就說香港會發展成為北科技 南金融 即是說在北面接近深圳灣那邊 就會以科技為主 那那個賣那個做中介代理 其實最初推薦一間賣給他 那之後呢 又叫他買多一間買多一間買多一間 那最後呢 是買了整六億貨 那做這個經紀呢 我想他真的只是代佣金呢 到他袋子應該是過八位數字 那這個問題帶到兩樣東西 第一 我們覺得那個富婆很有智慧 想就想大東西 整個東西 南金融 北科技如果真的成立的時候 他們那個策略呢 就一定OK 就是升三四成的息幅呢 我覺得是有機會 第二 我亦都很佩服那個經紀 有很多經紀 其實就是經常都覺得 不會的 他買了一間 不會買第二間的了 買了第二間 不會買第三間的了 那直驚 那我之前都拍過一集 推銷完 死就是死在什麼呢 死就是死在自己想的那裡 其實有很多地產經紀也曾經試過 這個盤這麼貴 那個不會想的了 這口價這麼低 他不會買 那 通常做到一些奇蹟的交易 就是一些新丁來的 因為他沒有那個包袱 我怎麼知道你喜不喜歡 其實經紀就是傳達一些信息 市場的信息 正確的時候 給到一些正確的信息 那一個買家 或者是賣家的時候 拿到他 突然間 我真的要等錢要賣 或者不知道什麼事 要去賣的時候 他接受到你的offer 或者接受到你的建議 賣出去物業都不出奇 曾經亦都試過 有些想過 這些老牌家族持有的 他不會賣 但是反過來 有時候老牌家族是會賣 因為他們 他們怕當時打官司爭產 不如在他有生之年 把這東西賣掉 把錢散掉給家人 讓他們以後不會因為一些不動產而去 有爭拗 對保公堂 這些都會 這些不是我們自己去想像 他幾十年不賣 不是代表他一輩子都不會賣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或者是好像鄧少尊 新馬司爭留了整座樓 他也設定了一個基金 有保護罩 後代是不可以賣 但是任何的罩 任何的鎖都會被人破 中醫那個基金都被人破了 那個鎖 整座東西是賣了出去 這些就是在說 作為一個地產經紀 是要想辦法 是要主動 推銷完之死就是死在自己 自以為是 沒有了動力 替客人想得更加多 今天想說的 婦婆三點 買過三十二間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